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民间百废待兴 为巩固政权 朝廷大力推崇佛教 每年举行盛大的御佛节 纪念释迦牟尼诞辰 善男信女聚集庙前御佛 摘会 结缘 求子等 为一年之中 长安城最热闹的一天 好 好 好 大哥 你快看 他们 好 好 好啊 来一个 好 太厉害了 好 再来一下 好 弟弟 大哥 真热闹啊 真热闹啊 对啊 上前面看看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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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走走 来 来 这边 这边 看看 谢谢 那边 那边 走走走 那边 好 慢点啊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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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大哥 三哥 你们快看 那边那几个善亲公主 长得粉嫩粉嫩的 若是伴女孩 一地倾国倾城 你小子人小鬼大的 谢谢 还不成心礼服啊 拿好啊 慢点 我也去见识见识 放手 谢谢 谢谢 拿好啊 掌兄如父 大哥为这小子 永远也操不完的心 来 拿好啊 拿好啊 不够还有 谢谢啊 谢谢啊 别着急 来 谢谢啊 谢谢啊 来 来 给你一个舒服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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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来 来 这边 这边 来 下一个 来来来 谢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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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那边为何如此热闹 公子 今天是御佛节 如此盛会 全城的姑娘 不都出来了 你们 先将犯人押击到我的别院 你们四个跟我走 是 是 走 走 踏住他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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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本公子这就带你回去洞房 放开我 走 各位大叔大婶 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 人人都有份 不要紧啊 那好 人人有份 谢谢 他是我四弟 谢谢 谢谢 来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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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有份啊 人人有份啊 放开我 放开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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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快 走 救命啊 救命啊 快 快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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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他 他 走 走 快 来 来 带上他 驾 驾 我的马 你没付我钱呢 够了吧 够够够 谢谢公子啊 驾 糟了 驾楼这爱打包裹平的毛病又翻 这次可是元会啊 是啊 俩 还跑啊 你再不怪怪伺候 我就把你给杀了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拆封找火了 快救火 走 快救火了 快救火 快 快 快 救命啊 老子才要找火了呀 放开 谁 救命啊 没法再收拾你 你是谁啊 尽管闯入我的宅府 放开他 否则我要你的狗命 你敢 你知道我是谁吗 来人 敢叫 我这剑可就不长眼了 有话好好说嘛 你若是想要钱 我多的是 你都可以拿走 跪下 夫子于 非礼无言 非礼无事 非礼无动 你全都犯了 边打刺激耳光 边背这几句话 你是不是疯了 狠狠地打呀 非礼无言 非礼无事 打 重点 非礼无言 非礼无动 非礼无事 把衣服穿上 非礼无事 非礼无动 非礼无言 非礼无事 非礼无动 我还是要打刺激耳光 你 我还是要打刺激耳光 你 你 你 废礼无动 废礼无视 废礼无言 衣服穿好了吗 废礼无动 那走吧 废礼无言 废礼无视 废礼无言 废礼无言 抓刺客 两位侠士的大恩大德 小女子无以为报 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那是我们大丈夫应该做的 谁说只有大丈夫 才可以拔刀相助 行侠仗义可不分男女 废礼无言 那宇文慧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几日你先离开京城 等风头过了再回来 这些钱 应该够你度过数日 谢谢姑娘 谢谢公子 谢谢两位的大恩大德 我脸上有东西吗 没有 事迹已结束 就此别过 对了 面具还给你 姑娘 还没请着你封明呢 废礼无欺 何须留名 这两个废物 就是因为行事张扬 被毒孤信顺藤魔瓜查到 这种时候 你还有心思想女人啊 要是她们落到 毒孤信手里就完了 你就不能干点正经事 父亲 孩儿知错了 抬起头来 我宇文护的儿子 即使做错了 也不能低头 我宇文护的儿子 你去哪儿子 还能干什么 我去哪儿子 我去哪儿子 是 那个小宇文护的儿子 我去哪儿子 我去哪儿子 大忠宰的 说 独孤信从你们那儿知道什么了 我们真的什么大忠宰 什么都没说 什么都没说 你 教教他们讲实话 大忠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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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朝中敢与大忠宰作对的 只有赵贵与独孤信 楚国公赵贵身为太父 虽无实权 但声望颇高 为国公独孤信身为大司马 在军中更是举足轻重 这二人处处跟大忠宰作对 本就是心头大患 这次独孤信 竟然又查到了筑贵上 尽早除之方可安信哪 除 一定要除 你告诉那萧左 要尽快找出他们的错处 即使没有错 也要造出错来 毕竟是太父和大司马 死也要让他们死得名正言顺 配得上身份 不落下把柄 杜姑兄啊 你一直在说 派人查证宇文虎 可你没告诉我们所查何事啊 你还说啊 会有人证明他的罪行 让我别冲动 可到现在 半点动静都没有啊 人证啊突然消失了 我四处搜寻也没有下落 定是宇文虎感觉到了什么 先动手了 杀人灭可无 不行 我看我们得快刀斩乱马 直接除了他 赵兄 少玩无躁 如今宇文虎一大 势力甚大 若释出无名 奉献太大 你让我如何不躁啊 这个宇文虎 倚仗着太祖 临终脱孤 把持朝政 独断专行 当同伐义啊 现在 轮到我们头上 你我那都是 开国的功臣哪 太祖在世的时候 什么事情 还得征求一下 你我的意见 可现在呢 他缘户 却把我们当 祖上鱼肉啊 任他宰割 现在啊 还轮不到 他独掌朝政的时候 赵兄喝茶 此事恐怕还得从长计议 这茶呀 不喝也罢了 独孤兄 你就慢慢地从长计议吧 我先行一步了 哼 楚国公 为何这般生气啊 对付这个宇文虎啊 不可心慈手软 就应该干脆利落 直接斗手 魏国公 妇人之人哪 仰虎为患 气死我了 默契默契 生气伤身哪 来 请 独孤兄 可是担心 萧氏的人证 我想这人证一定是被宇文虎杀人灭口了 难道 真的要依照楚国公的计划行事吗 我呀 查宇文虎 并不是要杀他 是因为 如今国家根基未稳 他却在那儿贪赃枉法 祸国殃民 你是我查他 他便应该收敛一些才对 难道他还要杀我 我呀 深圳不怕影子邪 要想杀我 他也得师出有名 宇文虎的势力 不容小觑啊 杜姑兄 你要以罪证扳倒的 的确是较为妥当之法 依我之见 我们也应该拉拢一些人 早做准备 我可拿隋国公杨忠 手握两只精灵 行军打仗之能 数一数二 宇文虎也想拉拢他 可是 他不愿意参与朝廷斗争 故多次婉拒 他早年受恩于你 对你敬重有加 若你开口 我想 他不会拒绝吧 你呀 不枉跟我这么多年 跟我想到一块去了 我呀 已经约了隋国公 近日就让他的长子 和贾罗见上一面 好好 好 佳罗 哥 虽说我们感情好 你也不用次次都来迎接我 这次我换了个地方 跳进来你又知道了 你是我妹妹 你那点小聪明我都不知道吗 说吧 这次又闯什么祸了 我这次真没有闯祸 我做好事去了 你做了什么好事 说出来让我听听 是不是又把哪个恶人给打了 我这个叫承恶扬善 该出手我绝对会出手 没错 我是把一个鼎鼎大名的恶人给打了 我把宇文慧给打了 宇文慧 你把他给打了 你不想活了吗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此人牙刺必报 放心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被谁打了 你呀 你就不能做个安分守己的姑娘吗 你这样谁敢娶你 别人想娶我还不想嫁呢 你再不嫁 全昌安城都知道 我们魏国公府 有个嫁不出去的独孤家罗 家罗 亲妹别走 母亲找你有事 家罗 你这个样子 就是嫁过去 傅家也会笑话你的 家罗呀 你就不能让母亲我省省心吗 母亲啊 我又不嫁人 哪里来的富家呀 母亲说的是将来 家罗 你总有一日要出嫁呀 家罗 你去换身衣裳 随我还有你大嫂 去波若寺上巷 前一阵子不是才去过吗 为何又去啊 这两日啊 母亲神思倦怠 时有梦言 就想去沾染沾染佛契 兴许得佛祖庇佑 有什么小病小灾的 也就过去了 母亲 你身体不适啊 怎么不早跟我说 哎呀 并无大碍 这人上了年纪 身体不适都是常识 这是真梦言哪 家母亲心里真是不安 家罗 你愿意随母亲去祈福吗 当然当然 我们现在就去吧 家罗 再着急也要换身衣服啊 是啊 你去换吧 母亲等你啊 嗯 哎 给我看看 喂 黄哥 大哥 别弄坏了 你给我弄坏了 你给我弄坏了 好疼啊 干什么呀 我真生气了啊 好吧 没受伤吧大哥 人救回来没有 我们追到宇文户的别院 然后呢 那位公子用一把火 引开了那些省卫 我便趁机进去救人 只是没有想到 那个宇文会如此懦弱 我们三下两下就把他制服了 那位公子看起来弱不清风 没想到还有两下咋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什么呀 大哥 你快说说 其实那位公子 他是个姑娘 是个姑娘 那一定很好看是吧 好看不好看 与你何干啊 大郎 大郎啊 你回来了 父亲 父亲 你回来得正好 我有一件大事要跟你说 父亲什么事这么开心啊 还不是你的婚姻大事 父亲 父亲 大哥要成亲了吗 你大哥已经成人 而且新晋又领了官职 是成家立业的时候了 我呀跟魏国公约定好了 谈你跟他的女儿 独孤家罗 成亲一世 父亲 孩儿不想成亲 莫非我们的大郎 已经有意义中人了 没有没有 既然没有 这有什么好推辞的 就是 我只是觉得我初入仕途 尚未建功立业 现在成家未免也太早了 胡说 难道你一日不建功立业 就一日不成亲 不娶妻 这几日 给我在家里头 好好准备 你们几个 给我在家里 好好盯着他 是 遵命 大哥竟然要成亲了 是啊 你说大哥是不是不想去啊 反正大哥他就快成家立事了 我有个宫女来找个女的也是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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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是 在想那位女子吧 哎呀 窈窕淑女 君子好囚 一边是爱慕之人 一边是父母之命 大哥 难为你了 这魏国公啊 是当朝大司马 手握天下雄兵 且又位高权重 你要是娶了他的女儿 保证你步步高升平步青云呢 就是就是啊 男子汉大丈夫 要凭自己的真本事立足于事 怎能仰仗他人恩惠呢 哎 罢了罢了 我就随机应变吧 来 母亲嫂子快一些 太阳快下山了 不急 家罗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 这出门在外呀 要注意归行俱步 要注意仪态 这锦囊里 是魏国公小女 独孤家罗的生辰八字 为父已找波罗斯的大师看过 他与你很合 看这头海的 买到你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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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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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字 杨奸 正是隋国公的长子杨奸 你父亲已经安排了过几日 你去跟他相见 我们两家素来交好 而且听闻这个杨奸德才兼备 正是良人之选 原来母亲今日来祈福 竟是早有预谋 连大嫂都串通好了 这都是为你好啊 这两年你对婚嫁之事避而不谈 有时还找借口 虽然你不说 但我们都明白 你心里还放不下那个人 可是你与他不会有结果的 我没有 我不是为了他 我也不是不想成亲 我只是还没有找到一个 可以共处一辈子 生死相依的人 这婚姻也不是求来的 我不会去见他的 家罗 家罗 面具还给你 佳罗 走了 来 父亲 当初叫你习武的时候我就说过 剑代表光明正义 不是让你来发泄儿女情长的 父亲教训的是 但我不想嫁人 儿女婚事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由不得你 父亲一向信任我 处处让我自己做主 我也一向以父亲的开明为傲 但您这次为何非要在我的婚姻大事上 如此偏激 作为独孤家的女儿 你应当知道 你的婚姻不是两个人 是两个家族 总之此事我自有考量 大姐已经做了王后 难道父亲您要女儿 各个成为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吗 不许胡说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你的心思 家罗啊 但那鲁国公宇文雍 已经娶了北国的公主 你们的事没有可能了 除非你愿意做她的妾室 我绝不做妾 就是啊 我也不嫁不爱之人 我更不用谁委屈求全的来娶我 我是独孤家的女儿 但我也是我自己 我有资格 有底气 选择我自己要嫁的人 是的 对 晓二 再来一壶酒 来来来 客官您的酒慢用 几位客官 里边请 里边请 大师 这边 可找到你了 大师 上次你可惊到我了 你一个钱变十个 你莫不是神仙下凡吧 厉害啊 这位大师苟真能将一个钱 变十个钱啊 这位施主若不信 我便变一个给你看看 好好好 我这有一枚钱 你变给我看看 看好了啊 一个钱变十个 你看 你看 是是是 是是 这是大师 都是你的 是神了 十个耶 嗯 两个格子 一个装猎质钱 一个装足量钱 这机关一按呢 十个猎质钱 成米的了 一个足量钱 成米的了 像这种猎质钱啊 一百个都不够换的 你个臭小子 坏了我们的大事 兄弟们给我打 走 你 这 这头人太坏了 好啊 臭小子 刚才你挡得够大的 挡我的生财之道 当场拆了我的台 你用几个劣质钱 就想骗人家的足量钱 你手段太卑鄙了 卑鄙 我就让你尝尝多管闲事的下场 兄弟们给我打 你赢了 你来 我闭嘴 你 لا 词个人 你们会 不死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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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着他 站着 是你啊 这 这哪儿跑你 又出来一个多管闲事呢 我劝你乖乖地 给我把他交出来 光天化日当众尸报 还有没有王法郎 你小的胆挺大呀 既然你自寻死路 兄弟们就不客气了 给我打 打他 快点 撤着 这 够复 撤 撤 快点撤啊 走 走 走 姑娘 你没事 你们这些骗子 骗钱啊 这什么事啊 姑娘 这位客人 你要的醒酒汤来了 谢谢 那会儿啊 一直可门拐骗 今日幸得这位公子出手相救 真是大快人心啊 那小的先告退了 先告退 你醒了 这 这什么地方啊 你 我 你是那个 是你啊 姑娘 你记得我啊 当然记得 就是那天在波尔斯遇到的那个嘛 那天真的是你啊 我看着像 那若我看到你身边好像有家人 便不敢贸然打扰 我怎么会在这里 刚才你喝醉了 有几个骗子想欺负你 我就把你救出来了 谢谢公子 天策一丸我先告辞了 姑娘 来 佛门有五戒 其中一戒便是不能饮酒 因为酒喝多了容易伤身 更容易乱性 你此话何意啊 不是 我只是说姑娘你以后别饮那么多久了 万一被别人占了便宜呢 当然我知道你武艺高强 那也难免双拳难低四手了 好 我知道 姑娘 佛语有缘 人若有缘 一切皆缘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姑娘 就感觉好像见到了一个 久别重逢的故人一般 还未请过姑娘 公子 今日信得你相救 他日相见 我再好好地谢过你 告辞了 姑娘 下次相见 下次相见还不知道要等得何时 这段时间 欢迎 你 就是 普遍 你 你 怎么还没来啊 你 明天 别着急 来来来 坐坐坐 不用了好物去啊 我去那边坐坐 别走太远啊 我说你能不能 打起点精神来啊 我跟你说啊 魏国公这女儿 国色天香 一会儿你见来人家 表情好一点 我知道了 姑娘 你 是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陪我父亲来 办点事 咱们这是有缘啊 大郎 这位是 父亲 这位姑娘 那可是一位狭义之士啊 阳公啊 魏国公 真是太巧了 在这儿能遇上小女啊 这就是 家罗姑娘 是是是是 家罗 家罗 见过隋国公 不用多礼 不用多礼 杨谦见过魏国公 你看看这儿 这都是好孩子啊 这可谓是 千里因缘 一线千呢 这样这样 我跟杨公呢 还有些话要说 你们就到附近随处走走 大郎 这儿 姑娘 真没有想到 你说的下次 竟然这么快便见面了 更没有想到 原来你就是 魏国公的小女儿 杨公子是否觉得我 举止粗鲁 只会当街醉酒打人呢 不是 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僧多粥少 当今亦如此 我却看到了一群鱼 为了饱腹而在努力 没想到杨公子 身为堂堂随国公之子 头脑竟然如此简单 多谢姑娘夸奖 何赞之有 不许多 在这世上 化繁为解 方显本真 如此高度夸赞 自然要谢过姑娘你了 你还别说 这两个孩子啊 还真是有缘 行了 咱们两个老家伙 算是没白玩火 好 就怕 我们家大郎高攀 委屈你们家罗了 你这是什么话呀 杨公女醉醉我这么多年 一起出生入死 我倒担心 我倒担心 加罗这性子 委屈了你家大郎 您这是哪里话 加罗的品性 志向 都不在男儿之下 我们杨公子 我们杨家抢门 需要的 正是这样一个掌棋呀 我这是求之不得呀 不管怎么说 这算是一段好姻缘哪 那是 那是 来 杨公子应当知道 今日之约所为合适吧 是 诗人都说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背的不过是嫁娶得宜罢了 但这并非是我的欺愿 那姑娘你的期望是 与一世真心 共一人偕老 与一世真心 共一人偕老 正是 我是不会与其他女子 共享夫君的 我的夫君 这一生只能爱我一人 不纳妻妾 不设偏房 生当同寝 死亦同学 若是做不到 那还是请杨公子 另寻驾骜吧